女孩打开一包老鼠药 把它全部倒进鱼汤里面 然后盛了一碗给奶奶喝 究竟是什么愁什么愿 让她非要置奶奶于死地 女孩名叫小莫 同龄的孩子都还在上学 她却只能在家照顾瘫痪的奶奶 每天早晨 小莫收拾完奶奶吃剩的鱼骨头 接着开始洗碗和收拾家务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三年 可谁也想不到 小莫曾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由于家境贫寒 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父母带着弟弟去城里谋生 却把她留在老家 和瘫痪的奶奶相依为命 小莫觉得自己之所以被抛弃 全都是奶奶的错 因此总对她爱答不理 奶奶大喊着要上厕所 小莫就假装没听见 任凭她在屋里喊破喉咙 才冷漠地回上一句 奶奶不仅瘫痪 还患有老年痴呆症 每天一句话能重复八百遍 小莫早就烦透她了 只希望尽快能被父母接到城里 可每次提出要求 爸爸都找各种理由敷衍她 比如弟弟上学要花不少钱 房租水电也是一大笔开销 小莫提出可以到城里 打工补贴家用 爸爸却说 你走了谁来照顾奶奶 小莫瞬间心灰意冷 总是口口声声 为了弟弟为了奶奶 难道她的人生就不重要了吗 爸爸答不上来 小莫一把将电话挂断 独自坐在门口声闷起 就在此时 她脑海中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要是奶奶没了就好了 正当小莫想的出神石 可奶奶却不相信 责怪小莫抠门不给自己买 还说女孩就是泼出去的水 小莫的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她让奶奶关掉佛教音乐 整天听的耳朵都要起茧了 可奶奶死活不同意 还说这音乐可以包治百病 关了就是要她的老命 面对奶奶无休止的抱怨 小莫彻底崩溃了 瘫痪在床的奶奶想吃鲫鱼 却被孙女一顿臭骂 奶奶忍不住抱怨起来 以前你爸在家的时候 每天都问我想吃什么 你妈更是百依百顺 从不敢和我顶嘴 不像你这丫头没良心 小莫听了气不打一出来 他们要是真对你这么好 会把你丢给我照顾吗 说完便去了柜台 将音乐声放到最大 试图盖住奶奶的唠叨声 十点到了 小莫突然开始梳妆打扮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的人 一个男孩很快从不远处走来 小莫转身拿出一包烟 面带羞涩地低下了头 原来每天十点男孩 都会来店里买烟 一来二去 他对小莫也心生好感 鼓起勇气约他晚上出去玩 小莫刚想答应 却被奶奶的叫喊声打断 小莫塞给奶奶一本书 让他自己看书解闷 然后又跑出去和男孩聊天 小莫好奇男孩你这么帅 为什么偏偏就看上我吗 为什么想我去 因为我的心呗 他就是好想你去了 说把男孩伸出手邀请他 小莫瞬间心花怒放 他刚想伸出手 谁料又传来奶奶的叫声 期待已久的约会彻底泡汤 男孩也拾去地转身离开 回到屋里 小莫心烦意乱地给奶奶揉脚 可怜的他从恋爱到失恋 只用了不到三秒 小莫越想越生气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 奶奶又唠叨着要吃鸡鱼 小莫强压着怒火回答 你今早已经吃过了 可奶奶就是不幸 觉得小莫在骗他 掀开被子就要自己出去买 小莫突然转过身来 眼神瞬间变得凶狠无比 他捏手捏脚地来到床边 确认奶奶睡着后 先把佛教音乐关掉 然后猛地掐住奶奶的脖子 等小莫回过神来 意识到刚刚一切只是幻想 可即便如此 小莫也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如果没有了奶奶 他就再也不用待在这穷乡屁壤 就可以搬到城里和爸妈团聚 开起美好的人生 想到这里 小莫飞快地奔向菜市场 奶奶不是想吃鸡鱼吗 那就给他做顿最后的午餐吧 女孩面无表情地走在菜市场 即便鸡血溅到他脸上 也毫无察觉 因为他正计划着如何解决掉奶奶 女孩先是来到鱼滩前 问老板要了一条最大的鸡鱼 好巧不巧 旁边传来卖老鼠药的声音 小莫赶紧掏钱买了一包 回家路上小莫的心里振振发慌 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他死死捂着怀中的老鼠药 自由地加快了步伐 还特意绕远走小路回家 途中碰到一个算命先生 小莫心血来吵请他算上一挂 问他奶奶这辈子命运如何 先生故作玄虚地念了首诗 小莫听不明白 他只想知道奶奶能活到多少岁 直到小莫掏出身上所有的钱 算命先生才慢悠悠地说道 小莫愣住了 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答案 可当他举起老鼠药 准备倒入鱼汤的那一刻 内心仅存的良知突然觉醒 小莫变得犹豫不决 他跑到院子里拜菩萨 希望上天能给他指引 可不管他问了多少次 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偏偏这时 奶奶又开始大叫起来 说自己浑身都湿透了 他跑过去一看 发现奶奶竟然尿在床上 小莫瞬间气急败坏 完怨奶奶尿急为什么不叫他 说爸要把床单和被褥拉出来去洗 谁知奶奶屁股都懒得挪 还嫌弃小莫伺候的不好 这些画像真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小莫冲进厨房 将整包老鼠要全部倒进鱼汤里 然后成了一碗端给奶奶 奶奶捧着香喷喷的鱼汤 突然陷入了回忆 小莫愣住了 眼泪瞬间夺快而出 影片最后想吸完打碎的声音 究竟是奶奶喝完汤打碎的 还是小莫良心发现了呢 导演给所有人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小莫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三年 最终还是对他百般嫌弃 即便奶奶曾是最疼他 最宠他的人 如果不是父母的冷漠和忽视 或许小莫不会走上这条绝路 如果换作是你 你又会怎么做呢